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21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曾经的中国香港影坛美女如云 很多香港女性都既有演技又有颜值 像钟楚红 王祖贤等人 至今在看依旧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张曼玉也是其中的一位 可以说是影后中的代表人物了 据悉她是女心中哪以后最多的人 但相较于她的事业 张曼玉的爱情一直颇为坎坷 经历离婚后的她越来越喜欢玩忘年恋 多次恋上小男友 可惜均未秀成争果 都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张曼玉的情势 很多人可能只了解和影帝梁朝伟的绯闻恋情 两人可以说是一目情侣 从外貌到名气 加上在花药年华中的出色表现 让他们当时都觉得两人是非常般配的 也传出恋爱的绯闻 很多人都很看好他们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CP粉 可惜两人最终没有走在一起 梁朝伟终究娶了刘嘉玲 虽然很多人觉得两人并没有那么般配 可他们却走过了十多年 张曼玉也曾和导演尔东升恋爱过 可惜也没能修成正果 直到1999年 与拍拖了一年九个月的法级导演 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便已离婚收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比自己大的男人恋爱时受到了伤害 之后的张曼玉偏爱年轻小鲜肉 之后的几人男友都比他小很多 先是恋上比自己小七岁的德级建筑师 当初两人恋爱相当高调 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洒狗粮 每次出席各种活动时都实质紧扣 神仙姐弟恋大概说的就是这般 很多人当初都很看好他们 觉得这次张曼玉终于找到了真爱 虽然他年纪小但会堂然 没想到他们依旧没有度过五年之痒 2007年相恋 2012年宣告分手 多次受到情伤的张曼玉 开始越发放飞自我 之后的几人男友越来越小 甚至在2014年的时候被媒体曝光出了忘年恋 与年轻小15岁的中国香港乐队 AudioTraffic主因 中英混血儿Adrian交往 可是交往不足一年便遭到男友抛弃 事后男方更是在媒体面前宣称 两人从未谈过恋爱 谁能想到当年红遍大江南北 是很多男生心中女神的他 居然有一天也会惨遭嫌弃 被男友抛弃后 还要补刀说两人从未在一起过 不知道这是不是找小男生谈姐弟恋的后果呢 最近好几对姐弟恋相继宣告分手离婚 从曾经的中韩网友都看好的双宋夫妇 再到且行且珍惜的马依利夫妇 这两对姐弟恋均已离婚收场 难道姐弟恋都这么不可靠吗 不过张曼玉虽然惨遭小男友抛弃 但并没有断了继续找小鲜肉恋爱的念头 惨遭分手后的他恢复单身也不愁寂寞 2016年返回中国香港度假时 又被拍到密会高大光头男 不过是否恋爱并没有得到回应 或许张曼玉喜欢找小鲜肉恋爱的原因 是和年轻人更聊得来吧 这几年很少出现在荧幕上的他 居然亮相综艺节目《少年可击》 和范澄澄沟沟通毫无障碍 共同话题很多 完全是零隔膜 不仅感情上不顺 事业上这几年张曼玉也颇为坎坷 曾经在影视界称霸的他居然进军歌坛 或许是为了圆自己的歌手梦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前任男友的影响 虽然以摇滚歌手的身份在出道 不过张曼玉的歌唱水平差强人意 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愿放弃 近日还被拍到在录音棚通宵打蛋 难道还要出专辑吗 54岁的张曼玉不再年轻 相比于同期的王祖先钟主红保养得当 时常被拍到的张曼玉身材消瘦 略显憔悴 当年的女神似乎变成了一个平凡人 希望她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相信大家早已听说了 林兴如和霍建华婚变传闻了吧 近日网友爆料二人如今已经正式离婚了 离婚后两人依然共同抚养小海豚 两人十年友情维持很多年 终于发展成恋人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自从霍建华表白林兴如的时候 网友们十分看好这一对 婚礼上霍建华却全程黑脸 引发了网友们的质疑 不合传言一直从未消停过 大家都知道明星夫妻最受关注 负面绯闻虽然可以让明星一夜之间上热搜 也能毁了一个一人的星途之路 要知道如今网络暴力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明星都会患上抑郁症的原因 即便如此很多人依旧向往娱乐圈 即便爬到顶峰后摔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近日关于霍建华和林兴如离婚的消息一直不断 在出席活动走红毯时两人都分开走了 再加上之前林兴如讲了短发并且发文 从头开始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真的离婚了 林兴如近身出户 目前双方都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 听者说的有模有样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很显然这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林兴如霍建华并不想理会外界传闻 因为这几年两人很少接戏 他们把很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私下生活更是非常低调 偶尔穿穿情侣装 设下幸福 七夕当天林兴如还曾公开表白霍建华 看来两人感情状况依旧很稳定 一提到张萌 大家想到他是个演员 张萌是通过选美比赛进入演艺圈发展的 出演过宝贝 离婚律师 换成短作品 除此之外 张萌还曾经跟人众搭档合作过感爱 虽然这个电视剧的名字起得比较热烈 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个悲剧 他讲述了女主蕾蕾和男主罗永浩的故事 原本两人十分相爱 却因为男主的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女方的妈妈一直不赞同两人的恋爱 最终男主醉酒至是小三怀孕 一辈子错过了女主 当时这部电视剧播出网上一片心疼女主 也就是张萌 由此可见张萌的演技一般 但是最近张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成为一名制片人 圈中不少演员都热衷于坚韧制片人 他们希望给自己量身定制一部 适合自己体裁的电影 对此张萌不以为然 他认为演员可能会想要给自己加戏 制片人需要纵观全场 有更公正的态度 所以这两种身份有些冲突 可能会有损水准 我做制片人是一定不会演主角的 人的精力有限 很难同时当好两个身份 但有了制片人的经验 做了几个月的后期 我的表演会更成熟 就比如我正在拍的 和孙力合作的卖房子的人 对于戏剧冲突 以及每一场戏要完成的任务 我都更加了解了 如此说来 其实他转换身份 也是为了更好的学习 张萌还透露 当制片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 未来想创作更多现实主义题材 做导演是他的终极梦想 我充满好奇心和好胜心 不会停止探索更多可能 但我一年只做一部戏 希望自己能全身心投入 我真的有诚意 大家一定能感受到 一幕是最好的镜子 看看这些年 张萌的所作所为 大家不难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很努力的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有出错招的时候 那就是他选择的整容 其实张萌本来的颜值就很高了 而且美得非常自然 结果他整容以后 整张脸都变得有些僵硬 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 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整容了 着实让人很可惜 在娱乐圈中 很多明星的脾气都是很好的 从不轻易地对谁发脾气 而且都很能包容别人 其中就有佟大威 一提到他 想必很多人都认识 不仅有着高的颜值 人品也是没得说 他的肤色让人看起来 是那种比较踏实的 而他的人品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 佟大为非常帅真的一个大男孩 这位小眼尖的男演员 竟然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 闯出一片天地 这都是靠着自己努力得来的 大家第一次认识佟大为 应该是从红粉丝家开始 他用自己精湛的演技 塑造了一名很有气质的民国小生 无论他扮演什么角色 他都能很好地消化 并积累大量粉丝 佟大为似乎是那种比较文静的人 但当他参加一个名为一年级的真人秀节目时 作为导师的他发了很多次标 许多观众都说 原来佟大为生气是如此可怕 在一期节目中 老师安排了一些人的扮演 不过有个女演员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角色 竟然耍起了大牌 说是不想演 在老师多次的劝说后 还是没有说服他 多次沟通无果后 最后惹得佟大为终于发飙了 甚至还说出了不演就滚的话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